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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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养儿女大有学慢 父母要因才私教的 不可以硬硬来 更不可以随便拿孩子的基本需求 做棉花糖实验 就是啦 棉花糖实验 是一项长达数十年的跟踪实验 三分二参与实验的小孩 都忍不了十五分钟 很快就吃了粒糖 十四年后 研究人员跟进他们的成长 发现至少有自制力的小孩 大过后 人生态度积极 能够为大目标勇于克服困难 而他们大学入学史 SAT平均比一般考生 多210分 相反 没有自制力的小孩 成长后 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 多感困难 犹豫不决 自信心低 啊 难怪我搞到这样啦 世事无绝对的 除了自制力 还有很多其他导致人 长期成功的因素 只要你有心 一定可以厚天发展自制力 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 当然想啦 最简单就是由最小的步骤开始 即是之前教过你的建立微习惯 你试下由忍住不打机一分钟 循序漸进忍到五分钟 啊 这个不难 第二步就是建立持之以行的习惯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 Jerry Seinfeld 有一个很帮到建立自制力的策略 叫The Seinfeld Strategy 强调持续执行任务的重要性 Jerry Seinfeld 用一个大型挂场日历 来跟踪自己每日写笑话的进度 每日完成任务后 他就在日历上打个红色交叉 形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链 他的目标就是不让链断 连续不断 他称之为Don't break the chain 我打机不断 过完一关又一关 都做到Don't break the chain La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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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